我愛地下,我愛地下,我愛地下 我覺得地下社會 我正在寫一個台灣的獨立搖滾史 那我發現從不敢是左右民或是左右沒有民 幾乎每一個團都是從地下社會作為他們第一步 那也就是說不管是要變成什麼大團或者是年輕團 如果沒有那一步就沒有下面的第二步 所以我們今天要支持地下社會中華人員就是 請政府給我們這個第一步 我想任何創作都是一樣的 我們也很熟知美國的獨立搖滾史 幾乎都有,尤其是車庫搖滾 就是說很多美國家庭都有車庫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辦法給我們每個家庭一個車庫 可是至少我們也有地下社會 或者是我們有卡普卡 或者我們過去以來的搖滾史裡面 十槓也好或外資也好 我們有很多地下的演出場合 給我們很多樂團可以成長的空間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台灣非常珍貴的部分 那從法規來講 我覺得法規只能創造出 創造出販賣機裡面的飲料 我想我們文化之所謂珍貴的地方 就是說在這些展演空間也好 或者是像在House也好 讓我可以看到很多搖滾的力量 或者是說音樂創作的力量 它是那麼新鮮、那麼有生命力 它不是只是符合法規的需求 那我覺得今天政府的規定就是希望每一個人 都看到我們中山南路的那些路樹一樣 都是砍的平平的 每一個樹幾乎都沒有個性 可是我們的地下音樂 是希望每一個都是長得像森林一樣的大樹 每一個人都長不一樣 每一個音樂每個樂團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地下社會就是有這樣的特性 那即使 其實我可能講的有點超過 就是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呢 要容許一點點的不道德 那我覺得今天整個中華民國社會 希望大家都變得非常的處女 非常的有道德 我覺得這樣的人性社會就 就太齊平式了 不好看 那我希望我們今天站出來 其實不是只是為了地下社會 而是為了要我們整個台灣的文化 因為沒有地下的文化就沒有地上的文化 那我今天也很感動 大家都願意為了這樣的一個音樂的生命 站出來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 謝謝大家都站出來